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汉林兄 怎么不见嫂夫人和侄儿啊 她怕我读书分心 带着孩子回娘家暂住些时日 嫂夫人为人谦和宽厚 对汉林兄脾气有加 真是你的贤内助啊 装护人家的女子不识几个字 又大手大脚的 粗逼的很 嫂夫人品行端庄 对你是夫长妇随 汉林兄过谦了 惭愧惭愧 我听说亭氏兄弟已有意中人 可有此事 确有此事 可是那赵老汪之女 还真是 听说那家穷得快揭不开锅了 人是穷了些 但质不穷 赵教姐乃我已故恩师之侄女 从小受恩师启蒙 知书达礼 虽未曾谋面 但神交已久 与我也算是志同道合呢 哦 原来如此 我也早就听说那赵家之女很是温婉贤淑 汉林兄 庭氏还有一事相求呢 庭氏兄弟请讲 好 凡请汉林兄将此物送予赵家老伯 转交给若连小姐 我此事不便去赵家 好 那就有劳李兄了 客气了 丁氏兄弟 君子以文会有 已有福人 好 来 我李汉林今生能有你这样的朋友 实在是诚信了 哪里 汉林兄过奖了 汉林兄少是便怀鸿鸿鸿之质 令平氏佩服得很啊 丁氏兄弟 眼下惠口之日已尽 你我可否结伴而行 求之不得 那好 咱们今日就以茶代酒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三日后咱们再渡口相见 不见不散 三日后渡口相见 伯父 您好 这是刘亭氏让我给您烧来的 请伯父转交给若连小姐 好好 谢谢这位公子了 伯父 汉林告辞了 死生气阔 于子成说 侄子之手 于子偕老 大丈夫志在四方 流浪 此去省城 路途遥远 一别数月 还望流浪多多保重 凌氏兄弟 外面风大 快进来吧 方法 weit脱了都坐了 和烬瓜不干 dich 气暖超过纪突 嗶梦 敘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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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 妹妹今天这么高兴 一定是把花都卖完了吧 是啊 姐姐 你看 一句话都不剩了 好美的荷花图啊 妹妹 天快黑了 姐姐 爹爹夏地快回来了 咱们赶快做饭吧 好啊 姐姐 姐姐 这是什么呀 姐姐 你急死我了 姐姐 你快说呀 姐姐 姐姐 你快说呀 我听邻居离神说 她耽误我三年青春 请父亲斟酌 是否愿意等她行效期满 再一婚事 那 姐姐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 等爹爹回来再行商议 女儿啊 爹爹赞成你这么做 刘公子这么讲孝道 有有德 有才 有情有义 今后一定错不了 你就等着三年吧 爹爹 女儿听您的 姐姐 正好我再多卖点花 帮你咱点嫁着啊 都转星仪 日月轮换 转眼三年过去了 真是 如今三年校期已过 便是渐进 望兄弟你还记得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千善天下致志 实现令尊生权遗愿 尽快准备进京赶考事宜 哦 李兄不准备与我同行吗 哎 汉林俗武缠身 血液荒废 此番就恕不奉陪了 在此 恭候兄弟你 金榜皮鸣啊 听事 谢帝兄姬言 警告 父母亲大人 而刘庭氏 如今手下三年已满 就要去朝廷应事了 请父母亲放心 儿一定不会辜负父亲的希望 再穷也要努力读书 考取公民 报效国家 而也会牢记母亲的嘱咐 回来后一定会现手承诺 迎去赵家小姐过门 刘庭氏日夜兼程 奔赴在进京赶考的路上 姐姐 你怎么又一夜没睡啊 你老这样没日没夜的干活 会累坏身子的呀 爹爹的病越来越重了 我想多赚点钱给爹买药 妹妹 时间还早 你再多睡会儿吧 你烧去卖花也很辛苦的 姐姐 姐姐 你怎么了 姐姐姐 这屋里怎么这么黑啊 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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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见了没有 我的眼睛 姐姐 我的眼睛看不见 姐姐姐 姐姐 你快醒一醒啊 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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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请请好 求求我姐姐吧 姑娘 起来吧 不是老夫不救 这实在是爱莫能助 告辞了 爹 我知道我这病治不好了 您就别再花钱请大夫了 闺女 你还没嫁人呢 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过 都是爹的病拖累的你啊 爹 您别这么说 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了 我还有手有脚 能干活 还有耳朵能听见呀 大笔之年 开科选试 刘亭氏金榜提名 考仲进士 停试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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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刚刚得知你金榜提名 衣锦还乡 兄弟我就赶快过来喝喜来了 同喜同喜 汉联亭兄 请快到寒舍一序啊 走 停试兄弟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停试兄弟 事已至此 你也别太伤心了 若烈 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你这是要去哪里 我要去若烈 我这就去他家提亲 停试兄弟 你也不想想你现在的身份 哪有明示娶秀姐的道理 何况她还是个盲女 就算她是盲女又如何 我与她虽微正式订婚 但我心已许怒 这便已订婚无意 理应俘获相依生死与共 老弟 老弟你别傻了 你们那只是口头约定 没有下过婚书 送过聘礼的 又何必认真呢 不如给他些银两 让他随便找个人 嫁了算了 你我兄弟二人 以文会有 形同手俗 今日李兄何处此言 老弟 为兄我不过是为你考虑 我听说在穷林宴上 满朝文武都给你敬酒 还有丞相要招你坐东床 就连大学士苏东坡 都在你是文曲星在世 可如今你若娶了盲女为妻 岂不让天下名士耻笑吗 此言诧异 我与若连非为见义 但他的贤德孝心 将人皆知啊 我其心仪许诺 又岂能丢弃 不管 他今日眉目叛妻是我妻 今日双目失明 亦是我妻 一语惊醒梦中人 不瞒你说 今日若不是与兄弟相见 我便 你便怎样 我便险些要休妻另娶了 什么 李兄想把嫂子休了 我真是鬼迷心窍 当初咱们一起去省城里考中回乡后 我便渐渐和豪门附身有了往来 每日常有美女佳肴陪伴 醉生梦死了 看人家有三妻四妾的好生羡慕 回家越看女嫂子越不顺眼 于是便有了欣欺的念头 哈天兄 你好糊涂啊 难道你忘了 贫贱之交不可忘 糟糠之气不下糖吗 你曾经白头邪老的性动 就这样被你撕毁了 你忘了 当你寒窗苦毒一贫如洗之时 是谁一直陪在你身边 嘘寒问暖 做饭不易 夫妻也好 兄弟也好 朋友也好 人与人的情谊 应当建立在孝涕中心 礼仪廉耻之大道之上 以财交者 财尽则交解 以色交者 花落而碍于 以道交者 天荒而地老 知识而厚勇 汉林兄 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啊 兄弟 我对不起你嫂子 我这就去把你嫂子从娘家救了 嗯 兄弟 我索性将功补过 去给你做一回没人吧 替你去赵家皮心去 你就在家等我好消息吧 哈林兄 辛苦你了 没想到那赵家不但没有收下聘礼 反而说要退婚 赵家小姐还把这个也给你退回来了 像我还没交失 赵家一定是怕女儿眼盲 与我不般配 看来我只有亲自去提亲了 大女儿有病在身 而且你现在贵为朝廷官员 我家如此贫寒 实在不敢望盘高知啊 伯父严重了 庭氏此行就是为了履行婚约而来 这 有了 若连 大女儿她 她双目失明了 君子一诺千金 平时怎能因她有病而毁约呢 可是 你如果不嫌弃 就把小女儿去过门吧 伯父 我们两家乃是世交 家父从前定下口头约定时 我就已经决心去若连小姐了 虽然若连小姐现在瞎了眼睛 但她的心是明亮的 而我又怎能违背我当初的本心呢 还是请伯父责定良辰即日吧 平时好来迎娶若连小姐 我已经是个残废之人了 我怎能再忍心拖累她呢 刘公子你稍等 我这就去和若连说说去 伯父 小女儿她不肯答应 伯父 我和小姐是有婚约的呀 那不过是口头约定罢了 何况 那时流浪没有金榜提名 若连也没有双目失明 如今 你我相差万里 怎么配得上你呢 你看着 哎 你若争取了若连 从此就会害得你 官场里被人瞧不起呀 伯父 我刘廷氏 岂会因荣华富贵 而背心轻易 嫌弃于她的 如果你认为我们地位相差太大 不适合 我宁可辞官回家 从此教书为生 一同和若连小气 故普通百姓生活 刘娜 你这是何苦呢 还是把我忘了吧 好孩子 我没看错人呐 你和你父亲一样 有情有义呀 伯父 请转告若连小姐 平时此心 自己许诺 若连小姐若不答应 平时之友 一生不起了 好 刘公子 你等着 我去问问女儿 女儿啊 你都听见了 刘公子果然是一片真心 你可愿意嫁给她 女儿全凭爹爹做主 家庭圆满 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同时也是国家 社会安定 繁荣昌盛的基石 而婚姆满满 又是家庭幸福的关键 刘庭氏 急激之后 不弃贫贱 去残疾的若连为弃 虽然 只是口头的婚约 但刘庭氏 坚持信义 不仅挽救了一位女子 一生的幸福 而自己 也无怨无悔 即便后来若连过世 她仍始终如一 不负再去 并享高授 刘庭氏 此中一举 不仅感动了当时的读书人 也唤醒大家 重视 负义负得的责任 一时 社会风气大震 刘庭氏 真的做到了 形而视为天下法的典范